但是菩萨为甚麽还要清淨、庄严、累劫收 花多少大劫,然后去收、庄严他的身上 为的是要令众生对他生欢喜心 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请放掌 我们今天就环绕着和你相关的 你怎样去精进自己的修行 怎样去令自己更进步 环绕着三个问题 我们希望在今天可以解决到 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刚刚我们就开始讲《金刚经》 《金刚经》常说不要着相 如果是的话 佛教我们不要着相 菩萨教我们不要着相 连声闻阿罗汉都不着相 为什么你刚刚唱完赞菩萨 又说观音菩萨 《妙难囚,清静庄严,累劫修》 菩萨漂亮 他是要收很多劫 收很多功德 去令到福德和智慧去庄严他 一个外相出来度化众生 又说不要相 为什么佛菩萨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收相好和庄严 这是一个问题 先解决吧 很多人说我们这些不执着的 我们不着相的 不贪美的 所以很多人学了佛之后 穿得樸素了 没那么长头发 没那么多胭脂水粉 那些东西 有没有发觉 对 你也是这样 你也不长头发 你也不胭脂水粉 你也穿得樸素了 那菩萨又求上好庄严 又要去收福德 这是一个问题 好像IQ题 你知道问题在哪里? 刚才我说的那些胭脂水粉 你的时装 即是有蕾子花纹 或者坦空露背的时装 还有你的头发 也好 好像以前上海婆那些 睡醒叫她收信 油叉一打开门的时候 就看到她有很多发卷在头上 你有没有觉得 我刚才提过三个例子 你以前会做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artificial 人工的 腌脂水粉 你只塗上去 那些衣服 你买来穿在外面 还有什么 头发 你卷多少下也好 剪到什么形状也好 这些东西全是人工做的 但是佛菩萨要去收福德 去庄严她的上貌 这些东西是内在演化出来 所以她的面 你已经看上去 怎样穿也好 她就会有一种 令人有安心的情况 你是很想亲近她 你很想听她说话 如果你走近她 哇 真的 你都不想看的 你会不会有兴趣听她说佛法 你有没有听她说 那个 有没有意欲去听她说 她如何帮你改善人生 如何教你去做好事 如何教你去收菩萨道 你是没有兴趣听下去的 但是如果她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已经 嘶 是不是 你明白了 所以菩萨是为了什么 去收功德 去收上好 是为众生 如果你说求自己解脱 昨天刚刚说完 法经开示是没有提过 菩提心 我做任何事是为了众生 所以我才去做 而一般人 如果你说我求自己解脱 我取了一些智慧 改善了自己的生命 我就可以了 我还需要去装扮 我还需要去收功德 我自己可以了 我解脱生死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 你以为收功德很容易 收功德都要付出 好了 她就可以收功 然后自我解脱 不需要生死轮回 断烦恼 但是菩萨为什么 还要清淨庄严 累劫收 花多少大劫 然后去收 去庄严她的身上 为的是要令众生 对她 生欢喜心 另外还要为 今天种普门品 你也知道 她有三十二应身 她怎么可以收回来的 第一 她能够观见自己 和众生的性平等 所以我因应众生的性格 根气 喜好等等 去示现你适合的悉身 去度化你 那她为什么有这种能力 她都需要累劫的修持 才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为的也不是为自我解脱 是为令到众生可以同乘佛果 所以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你读完《金刚经》 你有这种反思 我觉得好的 又说不着相 为什么菩萨就要收相好庄严 现在知道了 她收相好庄严 她有没有执着 有没有说 为什么收这么久 然后收了三十相 收未到三十以上的时候 要拍摄 如果收了三十相 还差两相 她发觉很烦 收了这么久 还没收到 然后拍摄 这种是执着 现在不是 我随缘 我有因缘 就去增长自己的福德 智慧 这个 是没有去到所谓着相的情况 她只不过是随信恩怨 自己努力精进 去修持 按住缘起法 去让自己福德 和智慧去增长 要留意 她整天的行事 都是按住缘起法 如理作义 我按住的 我没有强求 我没有 我没有说明明 麻烦自己的 然后去修持 我没有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 解决了 关不关你事 明白吗 所以你走任何的 佛门里面的修持 你应该第一个问题 就要问自己 我为什么 我为自己 为众生 为佛法 有不同 我为自己的 可以很简单 我常常说 你懂得煮饭 你就知道 如果自己一个人住 或者家里只有两个人 你很随便 真的六条菜 六个面就算了 不是 8月15日 你的子孙 全部回来吃饭 一开 开两围 两围人 二十多人回来吃饭 你会不会只六条菜 六个面就算了 是不是 你终于明白 我为什么 我为自己 还是为众生 还是为佛法 你为众生 为佛法 你会愿意辛苦些 但是 纯粹为自己 你会问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可以 你为什么要跟众生互动 否则我自己断饭 可以 众生有面子 给你看 是不是 众生有不同的情况 他有不同的难题 你会想尽办法 要帮他 如果你说我自己解脱 你不用想办法 这就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也是你常遇到的 学佛这么久 你常常遇到 就是说 我念念下一部经 就想转第二部经 不知道行不行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你当功课做这些 问金刚经最棒 就是如果他一个 六齋日 又要念金刚经 又要念地藏经 又要念普门品 好了 你修行那么久 就是学佛那么久 你那些功课 只有加 就不会减的 有没有发觉 知道吗 知道为什么 你以为你真是精进了 是吗 为什么会只有加 不会减的 你害怕 你害怕 就死了 我念念念念念念 最初唸一部 现在唸两部 接着唸三部 唷 唷了这么久 如果突然间 由三部减到唸两部 有没有事的 是不是 就是这样 这些真是人之常情 所以很多人问一个问题 第一 我唸唸唸 死了 现在发觉 可能转身环境 什么叫转身环境 家里的环境变了 转工 又或者 家里人有些其他状况 比如说身体各样的问题 好了 那怎么办呢 念念念念 念了三部 现在转念两部 或者转念一部 行不行 学佛的 你应该很清楚 学佛修行修功德 是家法来的 我修功德 我有因缘 我就拿五 没有因缘 拿三 就是好像你平时 如果不是假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你的能力 可能只是拿五 星期六日 你可以拿到十 明白 你有因缘 就多拿一些 那佛菩萨 会不会说 你懒 你星期日 拿了十之后 去回星期一 拿五 我要清佛你 不是这个机制 在佛门的机制里面 你自己修行 善法就是善法 我做多少 我就得多少 好了 一样的 恶法 恶恩 你中多少恶恩 就拿多少恶果 不是有对手去懲罰你 兼且佛菩萨那些 不是个人英雄的崇拜主义 不是说你今期拜他 你下期拜第二个 他就要懲罰你 如果他是为个人荣辱的 他就不需要行菩萨道 不需要清淨庄严 累劫修 好 问题一 这个是拆A和B的 就是A 念五步 可不可以减到念三步 如果你念五步的情绪 和心力是精的 那念五步当然好 但是你不是 唸到也很烦 有玩未玩 我又要趕着出门口 然后又不够睡 熊猫 闲着眼睛 念念一下 为什么整个大啤酒都不停的 梳婆嗨都不到底 你真是浪费 念完出来的效果一定不好 因为质素不好 所以如果你着重量的话 我建议你着重质 提升质素 比我今天要念五步 还是念七步 清楚吗? 这是A的问题 B的问题就是 如果有时候 学一下佛 你会发觉 我接触了某位佛菩萨 我觉得好像对积一点 假设 我本来念念念念念 念开地藏菩萨的 现在我突然间 参加完一些法会 我觉得好像今天普门品 我觉得很对积 刚才念观音圣号的时候舒服 可不可以转念观世音菩萨 好了 念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有一天你又觉得 好像念阿弥陀佛又好些 又可不可以转念阿弥陀佛 好 如果这个情况是一天里面 发生三五七次的 那你当然有问题了 是不是? 那你真的要选择 还是你有那些选择 那些恐惧症 OK 但是有些人不是的 是因为他学佛一段时间 他以前是因为未接触 现在接触了的时候 他发觉对积的 好了 可不可以转? 我举个例子 我讲 口讲无憑 有读过地藏经 好了 你刚才有读过普门品 普门品是谁出来启教的? 无尽意菩萨 是不是? 无尽意菩萨去问佛陀 为什么世间有个人叫观世音 他什么因缘叫观世音 你猜他真的不知道观世音 为什么叫观世音 他是为众生去问 然后有一个法门 念到最后普门品的时候 迟地菩萨是否出来说 他说如果众生得民事 观世音菩萨 的普门品 这个法门的话 当知世人 功德不少 他还要去帮你 去加强 这个法门的好处 两位菩萨 无尽意 和持地菩萨 去帮你去宣扬这个法门 好了 说一些你熟一点 地藏经你有读过 去到下卷的部分 是不是到观世音菩萨出场? 观世音菩萨是否出场去问问题 如果有些众生 世世过 就有些亲人离世了 到大过接触佛教的法门的时候 他有什么方法可以得知 那些已经离世这么久的亲人 究竟轮回去哪里 然后佛陀就教 教他求地藏菩萨 如果有些人发大诚心 想读众经典 但是读来读去都会不熟 读来读去都不明白 又可以求地藏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出来 问的 如果你说 我念念一下普门品 去读地藏经 可以吗?观世音菩萨会不会怪你? 明白 第二个问题的AB都解决了 菩萨和菩萨之间 他们为求的 只是希望众生可以得到究竟解脱 总之有一个法门是适合你的 他都很欢喜你用 而且你还经修行 是一直加下去的 我收多少你就得多少 你说我那期没有恩怨 不得闲 有状况出现 收少了 没有问题 只不过你进步没有以前那么快 怪谁 怪自己 怪自己恩怨不够 菩萨会不会懲罚你? 就不会了 这个问题很清楚了 我们愿 一切功德 会向诸位菩提尚尽 福慧驱增 身心慌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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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身体很庄严 很智诚地念观世音菩萨 已经是三路 我 都不跟试咱 跟试咱 那 我 我 说 那 我